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今天做一期大家一直要求想看的 运动版沙哈拉 还有卢比肯的区别 从越野的能力定位 大家肯定知道 卢比肯也有人叫罗宾汉 越野性能最强 因为它有前后差速所摇摆感 还有更强壮的前轴 一会再细说 沙哈拉肯定是适应性最广的 公路上最安静最舒适 最后运动版的定位 大家肯定喜欢最最简约 这种小吉普 改款之后的木马人 引擎选项都是一样的 一共有两个选择 四缸的turbo 或者是v6的引擎 涡轮增压这个引擎和自锡的v6 这里面有很多区别 回头咱们专题再讲 但是今天咱们评测的三台车 全都选择v6 而且在北美的话 美国加拿大 唐大叔会更推荐选择这一个 现在咱们仔细来过一遍 这台车的标配和选配 还有我们评测这台车 为什么这么配 第一点 sport可以选两门或者四门 但是它的头灯 是不能选择LED灯组的 两门的木马人 手摇窗 这都是手动的 开门钥匙都是手动的 里面的荧幕大小 是配的一个5寸的荧幕 可升级电动的窗锁 和可升级到7寸的U-Kine系统 这个就可以兼顾到 carplay和android auto了 另外一个限制 在运动板上面 就是椅子是不能选皮椅的 只有一种布椅 但是这个新的布椅比起老款的 舒适性耐脏 甚至是都会好很多 标配的是一个软顶 可以升级高级的软顶 像今天咱们看到这个 或者是黑色的 或者是沙色的硬顶 另外这个stop and go 也就是引擎会睡眠的功能 所有的车都是标配了 一触启动 这个车子的也是标配了 所以启动车子 不管哪个级别 是不需要用钥匙了 再来一个就是蓝牙和到货影像 在新款木马人全都是标配了 这个是一致的 这台车选配的东西 基本上已经到了顶了 也就是个顶配的运动板 首先轮骨刚刚提过升级了 再来的话 升级了软顶 电窗电锁选了 7级的荧幕也选了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评测这一台 还有木马人的标配和选配的东西 下一台咱们来讲沙哈拉 首先几个东西 第一沙哈拉只有四门板 第二它是唯一标配硬顶的木马人 再来的话 它的轮毂大小是标准18寸的 也是整个系列里面最大的轮毂大小 大家知道轮毂大一点 橡胶少一点 整个安静性舒适性会更好一点点 其他标配的东西包括新款木马人 蓝牙倒后影像 沙哈拉是有电窗电锁 全都是标配的 7寸的Uconnect系统 可以用CarPlay和Android Auto 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 这台是升级的东西了 第一升级了皮椅 同时升级皮椅很多人会喜欢 把加热椅和方向盘也升级 第二大的荧幕8.4寸 自带有导航功能 第三到了沙哈拉这个级别 就可以选配LED灯组 所以头灯 雾灯和后面的倒车灯 全都升级了 再来也是沙哈拉和卢比肯才能选的 也就是安全组 安全组有两个 标准安全组还有升级安全组 标准安全组会给盲点监控 也就是在两边测试镜都会有个小三角 有人进入你的盲点的时候会闪黄色的小灯 高级安全组有两个功能 第一是ACC 定距离巡航的这么一个功能 你只要定好和前车的距离 车子本身会帮你来控制这个速度 包括加速和减速 这个功能我们会另外做视频再细说的 大家也留意观看 最后我们来讲卢比肯 原厂车出厂之后越野性能最好的一款车 首先卢比肯可以选两门或者四门 标配的是一个软顶 轮毂的大小是17寸 这个大小的轮胎配的是一个33寸的全地形全技轮胎 而且KO2是个副厂的牌子 它有雪花标志 也就是它有雪胎的功能 独一无二的引擎盖 有功能性也有外观性 里面标配也是布椅 信息娱乐系统的大小是7寸的Uconnect系统 也是有carplay功能的 再来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轴笔 新款木马人非卢比肯都是345的轴笔 非常完美配8速变速 但只有卢比肯可以选到410的轴笔 这里提一句就是在升级轮胎到35寸 甚至37寸的时候 都不像以前一样需要去考虑改轴笔的问题 现在来过一下这台车选配的一些配置 首先前后金属防撞 前面的防撞栏是可以直接加配脚盘的 这台车也选了安全组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就是后面的金属防撞因为选了安全组的关系 第一盲点监控第二后面的DDD Sensor 它在金属的Bumper上面也有这种可以有动的 所以也就是说你回头再想升级这一块功能的时候非常难 最好如果喜欢安全组 就原厂选好这一个组合 新款卢比肯也是可以选高级安全组 刚刚说过和沙哈拉一样的 内饰方面 这边卢比肯有自己独享的一个红色面板 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它是根据外面的颜色来决定的 如果外面颜色像橙色绿色比较跳的颜色 那里面的这个面板就不会是红色 而是跟沙哈拉一样钢灰色的这样面板 最后最后一块就是前后的差速锁 还有摇摆杆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前后轴的大小都是DNA 44 非常强壮也就是说这台车未来的可改装性会更高一些 那这一个也是大家主要选择卢比肯的一个原因 全新改款后的木马人JL 可以说原来的JK完全是两台车了 从舒适性甚至油耗 还有一些配置方面都是全面提升的 当然它这个方盒子的设计 所以噪音会大一点点 但是除此之外已经可以说是非常好的SUV了 不只是一个情怀 当然如果你最近在考虑买这个新款木马人 三台简单的级别 但是有丰富的选项 那唐大叔也尽量跟大家说一些在选择上面的定位和取舍 首先卢比肯肯定是越野定位的 它标配的33寸这种轮胎 其实是我们很标准的穿越车辆这么一个配置 也就是说原厂在不改装的情况下 你可以选择去加一些配件直接就可以出去穿越了 哪都可以去了基本上 沙哈拉的定位主要还是一个坚固性 在选项上面我会建议大家选更多的这种舒适 好一些便利的东西包括这种电动软顶 那我比较推荐配在这个沙哈拉上面 也就是说这台车这样配完之后呢 在城市使用的时候从外观到舒适性到样子都会非常的好 最后呢运动版比较特殊一点 它是属于有两种玩法的 那第一呢首先从价位上它会好一点 这样的话大家如果暂时没有太多钱去买很多配置 后面都是可以升级的 那从副厂的或者原厂的配件可以去慢慢升级 最后终极版可能可以升级到跟卢比肯一样 所有东西都可以加的 那第二种玩法呢 就是就这样子开 做非常简单的升级 我们上一集提到的 如果没看到那个视频呢 可以看一下只升级一个轮子 整个车呢简简单单的 玩的是情怀 所以呢 大家知道三台车的定位呢在购买的时候心里更有数 如果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呢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呢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或者温哥华附近呢 可以找汤纳书来买吉普 支持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汤纳书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